原标题 因此,有人感叹时事造英雄 在阿拉伯国家里,当元首时间很长的有很多 像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等人 但两人最后都死于非命 从执政时间上看,除了卡扎菲,就是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了 而且,卡扎菲与穆巴拉克私人关系非常好 但是,两人从政经历却不同 卡扎菲是发动政变后,而就任利比亚国家元首 卡扎菲政变看上去惊心动魄 实际上来得很顺利 而穆巴拉克则是突然间捡了个总统 一之所以说,穆巴拉克总统是捡来的 这要从1981年埃及的一次阅兵说起 1981年10月6日,是埃及的国庆日 时任埃及总统萨达特,带着政府各部门领导和各界人士参加了 这次盛大的阅兵是 此时,穆巴拉克担任副总统 当穆巴拉克陪同萨达特,给无名英雄纪念碑献完花拳后 一辆阅兵车到达管理台 此时阅兵正式开始 萨达特一身戎装甚是威武 他此时感觉到无比的荣耀 因为萨达特执政以来 他发起过第四次中东战争 促使以色列以战促和 虽然没有取得权胜 但埃及在这次战争挽回了阿拉伯世界大哥面子 随后,萨达特与以色列进行了和谈 通过与以色列和平谈判 埃及收回以色列占领了领土 可见,萨达特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 萨达特因为与以色列合比 因此,他在世界上赢得了地位 还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而且,埃及国内经济发展势头也很好 赶上石油高价时期 民众对萨达特的领导很满意 萨达特当总统时改变纳塞尔执政时的政策 他积极与美国交好 撇开了苏联 在外交上改变了纳塞尔一边岛的政策 所以萨达特执政期间取得辉煌成绩 他这次阅兵也是向民众表明 萨达特执政的埃及才是最强的时期 但接下来的一幕水也没想到 当萨达特抬头 望向幻影飞机在天空做的特技动作时 一辆榴弹炮车突然停在阅兵台中央 从车上下来四人快步跑向阅兵台 萨达特以为士兵要向他进点 但此时为首一人已经拿着枪向官吏台的人开始扫射 还有人向阅兵台扔手榴弹 当时场面顿时失控 一场突如其来的刺杀只进行了四十五秒 萨达特当特毕命 武装部队总司令也被枪杀 二此时身为副总统的穆巴拉克 也没想到会发生暗杀事件 由于穆巴拉克长期在军队工作 他面对突发事件有一定防范能力 他侥幸躲过刺杀 只是手部受到轻微伤 埃及总统萨达特突然遇刺 埃及不能一日无主 于是作为副总统的穆巴拉克 按照宪法就任临时总统 在民众眼里 穆巴拉克也只是一个过渡人物 很多 人并没有看好穆巴拉克 认为接下来的埃及大选肯定要下台 但没想到穆巴拉克不仅竞选成功 而且一干三十年成为埃及独立以来 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总统 那些曾经不看好穆巴拉克的人 也被他的内政外交政策所折服 从资料记载看 穆巴拉克当总统期间 他的一系列内政外政策 使埃及得到进一步发展 特别是经济方面 穆巴拉克实施有效改革 使埃及国力大增 另外 埃及在中东和阿拉伯世界中地位 也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三埃及也是一个经常发生暗杀事件的国家 穆巴拉克当总统期间也遇到过 他担任总统期间 躲过了十多次针对他的暗杀事件 不得不说他是一员服将 有人甚至称他是一位传奇总统 1981年的阅兵 是穆巴拉克遇到最危险的一次 还有一次比较严重的暗杀事件 发生在国外 当时穆巴拉克前往埃塞俄比亚参加会议 但他下飞机后 就遭到伏击 索性叫车是防弹车 他因此闪过一劫 虽然穆巴拉克有一定政绩 而且也有了传奇经历 但穆巴拉克的最后一届总统期间 埃及民众普遍对他产生不满 主要还使他的政策越来越僵化 埃及的失业率不断上升 还有穆巴拉克家族是腐败 更加引起民众愤怒 特别是受到阿拉伯之春的影响 埃及民众强烈要求穆巴拉克下台 2011年 穆巴拉克被迫宣布辞职 但埃及也没有放过他 国家以谋杀罪以及腐败罪 判处他终身监禁 直到2014年才无罪释放 作为一位接任总统没有希望的人 穆巴拉克最后竟然一干三十年 在外界眼里穆巴拉克统治太腐败了 其家族贪了巨额财富 使穆巴拉克没能保持住晚节 目前埃及政局虽然趋于稳定 但也有许多反对势力很强大 埃及将来是什么样局势 还无法确定 欢迎各位看官批评指正 图片来源网络 版权 归原作者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